還有今天的貴賓 我們曹周正黃政長 還有我們坎町鄉明代主席郭主席 還有我們鐵工局的前任的黃處長 還有鐵工局的所有團隊 我今天看到很多科長跟團長 那麼還有我們高雄分局的分局長 還有我們工會的短長務 還有黃倉務 還有我們退休協會的蔡會長 還有我們高雄退休的林段長 我也看到 還有我們嘉義退休的曾段長 我也看到 還有我們主義 還有我們余處長 還有我們柳處長 還有我們台鐵局各個單位的一個單位首長 今天都來了很多 因為我簡報時間有限 我就不再一一介紹 我們從屏東潮州高架以後 我們從66班現在變成11班 增加了52班次 昨天我從潮州搭計程車回來 那個計程車的司機呢 就跟我反映了 說你們鐵路邊的人也不能給我們 人給我們載了 他們現在潮州啊 要到這個屏東 幾乎是人都沒有了 所以說呢 那麼一個方便安全的運輸工具 後面的一個補給工作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個維修基地 所以說呢 我借用這個機會呢 跟我們外來的嘉賓呢 詳解一下這個基地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基地的進駐單位呢 事實上有四個比較大的常駐的單位 第一個就是基物段 我們基物段的部分呢 是負責動力的維修 動力車的維修 還有MOTA 還有一個我們基班的一個管理跟考核 我們大概有310個人 那我們第二個單位呢 是高雄的檢測段 那檢測段的負責呢 車廂的服務設備 那麼這個呢 有168人 那麼再過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運物段 運物段呢 他負責這個 車輛的調度跟管理 那麼目前是有48人 還有我們公務段 高雄公務段呢 他的到辦公房呢 也有在這邊 他們平常呢 大概有12個人在這邊 那其他的電物跟這個電力呢 他是有事的時候才會過來做保養 那除了這些呢 還有我們的洗車同仁 洗車同仁呢 在這邊呢 有110人左右 那三分之二呢 是我們屏東以南的 所以說呢 也照顧了我們地方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廚房呢 有六個人 大概是這樣的 那我們維修的這個車種呢 是這個PP的車子 我們有20巴士 那個客車呢 159 還有呢 我們的第一機車 算是比較老舊 但是數量是蠻多 有35輛是在這邊 我們菊光號呢 有170輛 復興號呢 有70輛 都在這邊保養 還有呢 還有呢 這個 我們的電源車呢 電源車呢 有20輛 20輛 總而言之呢 這個呢 通通都是以電車為主的一個維修 維修庫房 維修庫房 當然我們南宮處呢 在我們設計庫房的時候 就考量很多 當然他這個考量的部分呢 還有一些可以增加的容量 容量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講 我們這個整個基地裡面呢 有幾個這個重要的設施 我們這個整個基地呢 是34.7公頃 那麼大 那我們的這個綠地的保留地呢 大概有10.8公頃 10.8公頃 當然裡面含了9個自洪池 也就是說呢 雨水如果是太大的話呢 它可以怎麼樣 吸收這個水量 不會把這個水呢 直接呢 沖往河流 把泥土都帶走 那我們的建築物呢 總共啊 這個基地是有34公頃 是非常這個 我們這個南部呢 是最大的基地 那這個 重要的設備呢 我們有很先進的一個 污水處理設備 這個污水處理設備呢 我們這個生活的廢水 洗車機的水 我們用高壓胖腐呢 打到那個廠裡面去 還有我們車廂裡面的廢水 我們是用真空來抽的 然後抽到化溫水裡面去 所以說呢 是不會有味道 不會有味道 那麼 我們處理過了以後 這個 達到它這個安全的排放標準以後呢 我們這個 這個 部分是排掉 那部分呢 是拿回去洗車了 再重新來洗車的部分 所以說呢 也沒有這個 地下污染的問題 還有呢 我們這個 每一個車廂 尤其是客車車廂 很多都是電瓶 我們現在台鐵局 在購買電瓶的時候呢 這個 企業裡面有訂定 回收的條款 所以你買了電瓶以後呢 一定要廠商負責回收回去 所以說呢 我們回收的車庫呢 這個電瓶有集中保管 也不會污染到我們地下 的所有的一個 一個土地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加油 我們的機油 等一下各位巡禮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兩個很大的財油機油 一個是新的機油 一個是廢機油 通通都是用管線直接抽的 也不會說這個油啊 滴啊 滴到這個滿地都是 影響到我們這個環保 這個所以說呢 總而言之 我們在地下污染的部分呢 是不是都沒有 那我們還有一個 非常容量大的一個 一個集成設備 這個集成設備 比副缸基地都還要好 因為我們這個廠裡面呢 是只有一級跟二級的保養 我們沒有什麼噴沙啦 噴漆啦這種 所以說呢 沒有那個空氣中的汙染 那我們保養的時候呢 會做催沉的動作 那麼就是利用這個集成設備呢 給它集成 以後把灰塵呢 弄成布袋裡面 弄在布袋裡面 所以說呢 也沒有怎麼樣 沒有這個 這個這個 空氣汙染的問題 那再過來呢 我們的噪音問題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所有保養的車種呢 其實是以電車為主 現在很多居民都說 欸奇怪 以前早期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車子搞得到 現在都點點了 所以說電車喔 它是噪音是最低的 最低的 那我們現在只有三 三組編組呢 是要應付我們 潮桌到仿寮的區間的部分 這個是裁電車 這是有引擎的 所以說呢 這個就比較潮一點 但是呢 我們呢 這個這個車子發動以後啊 我們五米的距離測量呢 也只有 多少 六十五分貝而已 所以說噪音的問題呢 也沒有這個問題 呃 我在 記得八月份的局務會報 我跟局長 承諾 這個我會利用這個 我一定會利用我的這個 這個所有的精力呢 把這個基地呢 建成了一個模範的基地 所有的模範的基地呢 並不只 單純把這個車輛的故障減少 不只是 不只是 要這個 訂定所有的這個 制度的SOP 那麼我還要照顧 所有我們員工的一個 一個安全跟健康 那麼最重要的呢 我還要複習 敦親睦靈做好環保 好 最後呢 就祝福我們 所有的貴賓呢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好